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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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等於上禮拜的話呢 上到的是Sensor感測器的部分 那這禮拜的話 我們將延續上禮拜的進度 然後開始介紹今天是Sensor Sensor的目的是把我們想要量測到的東西 轉換成可以處理的東西 可以記錄的東西 或是可以顯示的東西 也就是絕大問題Case來說 的話是電訊號 那現在有電訊號的功能 我們可能還要進一步的處理 比如說我們可能會需要 將這個訊號放大 或是一些雜訊濾除掉 這個部分可能就會需要到我們的電路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呢 原則上我們其實是比較想要講的是 電路在這一個部分 能夠幫助我們在做 訊號兩側都可以幫助我們 什麼東西 那它主要的目的呢 大概有幾個 如果各位還記得我們上禮拜 有提到整體的訊號兩側幫你派出的話呢 大家就可以記得Sensor進來之後呢 後面會有一些東西 有一些Drop 包含了像 Nautic Filter 或者是說接下來的話 還有像那個 一些Hi-Tax Zo-Tax Filter 和Amplify這些東西 那這些都是屬於電路常在做的事情 那這是包含到後面的 類似數位轉換 類似Digital Conversion 這個部分也是電路在做的東西 不過在這麼多電路可以做的東西裡 我們今天的重點稍微會放在 Amplify這個部分 OK 而不是Filtre或是AEC的部分 因為我想那個Filtre Design 或者是AEC這個部分 我們在電子電路時間裡面都有接觸過 所以我們比較針對在放大這個部分 因為它對我們來講非常的重要 身體訊號非常的微弱 我們需要好的放大功能 我們就比較把有限的時間放在這個部分 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的話 那今天主要講的就是在電路這個部分 那我在電路的部分 一開始的時候 會做一點點 我們今天大概課程上面 一開始會做一點點簡單的Review 還有一些簡單的Review 所以Review就是說 我們到目前為止的話 因為我知道我們的班校學校 都是電視系的同學嘛 對不對 所以假設各位應該都已經上過 電路學和電子學了 那還有一些小數的同學可能沒有上過 不過我相信你們過去應該至少在國中 高中的時候都有接觸到一些電路的東西 所以這些電路的監測器 你們或許是知道的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知道電路元件的話呢 其實可以分成被動元件跟主動元件 那各位在電視電路學裡面 大概都是在學元件的東西嘛 對不對 有誰可以告訴我什麼是被動元件嗎 什麼是被動元件 什麼是主動元件嗎 當然如果有先去下載通影片的同學 應該可以看得到我們的通影片上的內容啦 那如果你看到的報告會告訴我 什麼叫做被動元件 為什麼把它叫做被動元件 為什麼叫做主動元件 好 這兩個字的話 都是從 passive 和 active 這兩個字 英文字翻過來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分類呢 我覺得這兩個到底在死地方 好 他說 他說被動元件主要是配合主動元件 呃 來驅動的 這個元件嘛 是嗎 然後主動元件的話 會去提供那些電壓 和電流 OK 不過其實 你們應該說過實驗吧 請問一下各位的電壓電流是誰提供的 電源供應器 光線Generator OK 可是 是那些 所以這個光線Gener 我們可以把這些最主要的電壓和電源提供出來 然後 關到我們的 比如說OP 是我們的OPM Operational Amplified 好 這個放大器上面 或是到的耳機上面 或是電容電柱電感上面 好 好 好像 呃 電源和電源 我的意思是電源和電源好像不一定是 呃 這些主動元件 所謂的主動元件 才能夠提供 好 那為了要讓各位知道我在投影機寫了什麼 我這邊簡單的列了一下 所以我們說的被動元件 一般來說 包含的像 電阻 電容 電感 這些東西 我們把它叫被動元件 主動元件的話 就包含像 像是 2GT 或者是電晶體 Transistor Transistor 裡面有包含像 BJT 或是MOS 這樣的東西 那包含像 那個LED 或者是更廣義來講 包含了我們的OP 這些都是主動元件 OK 所以 其實 呃 你的主動元件 並不是 好像 一定會 自己提供電源和電源 OK 我們其實都有一個外界的電流和電源 只是我們的主動元件可以幫助我們去接收這些外界的電流和電源之後能夠反映出我們想要它做的工作 我話說回來的這一點來說 對於電動元件來講也是一樣的 OK 那 主動元件 主動元件 就是主動的角色 被動元件 就是被動的被人家控制的嗎 不用 呃 全部的電路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好像也很難去判斷什麼叫做主動者要被動 因為他們全部都被我們的電流和電壓所需使 那到底差在什麼地方呢 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差異就是 呃 對於被動元件來講的話 不管它今天施加的壓叉 電壓叉 或者電流是怎樣的 它基本上的特性是不會隨著外界的這些 呃 從Surprise所提供的這些東西而改變的 也就是電阻和電阻 不管你今天給它的是 無核、十分核 或是無核 它的工作跟特性是一樣的 電流也是一樣的 電阻感也是這樣子 OK 但是呢 如果對於主動元件來講的話呢 你給它的 訊號 你給它的這些 提供這些電流上電壓 方向相反的時候 OK 它可能會產生不一樣的特性 OK 所以在 以主動元件來講的話呢 它的 它可能可以產生的變化的特性其實是比較多的 也因此來說 我們也常常利用主動元件的一些組合 讓我們去將電流或電流位放大 對輸入電源來講 把它做放大的功能 或是把它做濾波的功能 有時候會使用主動元件來做 那被動元件來講的話呢 它就比較傾向於像那個 被動的這個參數 然後去做不一樣的調整 OK 類似像這個樣子 所以在這堂課裡面的話 很抱歉我們不會去講這些 這些元件的特性 我們就當作 各位可能已經知道了 我們唯一會稍微講的是OP OK 因為這個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放大器 Operation Amplify 這都是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所以我們會稍微提一下它的一些特性 這樣子 那另外來講 我們也會應用到一些簡單的一些 電路上的定律 其實就是KBL跟KCL 還有 大不了就是當你等效電路這樣子而已 都會臨時的作業 最後呢 我們可能會帶一些觀念呢 是跟Frequency Response 是有關係的 頻率響應 各位知道什麼是頻率響應嗎 時間應該都做過嘛 對不對 有沒有人可以跟我警示一下 什麼是頻率響應 好不好 什麼叫做電路的頻率響應 我們講時間的話 就是 就像我們現在的時間是一個 我們都活在一個時間 現行的時間裡面 所以我們時間是一直在變動的 那訊號也是隨時間在變的 這叫時間 可是頻率是什麼呢 頻率的話是 對於一段訊號裡面 它所對應的周期 如果它卻有周期的話 它周期在單位時間內出現的次數 這個我們就要發 叫頻率 OK 那我們的所謂的頻率響應 痕跡 reversive response 這個東西呢 我們其實就是要看 電路的特性 在不同的頻譜上面 不同的平台上面的變化 什麼樣子 什麼樣子的電路特性呢 最常看到的其實是 CAM 你們最常在做分析的應該是 放大倍率 OK 那放大倍率的話 基本上 我們通常來講的放大倍率 對於 全大部分的放大器來講 我們都是用 那個 電壓的放大 電位的放大 所以其實它也等同於 那個輸出電位的大小是幾樣子的 在目的輸入電位的大小的時候 輸入電位的反應是幾樣子的 但是有時候也可以講 是電流有沒有問題 因為有時候是電流的放大器 OK 所以我們講 GAM的話這個字的話 這等於是你放大的倍率在 不同時間的變化是幾樣子的 那當然來說的話 有些頻率響應的話 分析的不是GAM 而是另外一些電路特性 比如說 就是 主抗 他想要看在不同主抗底下 不同頻率底下 主抗的變化是幾樣子 所以是OK的 這也是有的 那這個我們其實也都可以把 叫做Reversive Response 那這個東西 對我們的 生理訊號來說的話 其實還算蠻重要的 為什麼 還記得我們在講 Bound Potential那個章節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有畫出一個圖 告訴各位 不同的生理訊號 它的頻度的範圍 對應的範圍在什麼地方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這麼在意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知道 對於所有的這些 生理訊號來講的話 它都有一些 特定頻率的分布 因為它們很弱很小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處理 生理訊號的時候 常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指導 我由這個平台的東西 其他我都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其他東西 如果有的話 那也是雜訊 所以我們通常會設計 相對應的 濾波性 把那些輸掉的頻道 都錄掉 OK 那你要去分析 你的濾波性 是不是工作正常 或是你今天接收到的 訊號是不是正確的 那頻率訊息 都會非常重要 OK 在分析這個game的時候 頻率訊息都很重要 所以對於頻率訊息來講的話 我們就會有一個圖 就是做完後 都會畫出一個圖 都會實驗課應該畫破 波德圖聽過嗎 就算沒畫破 應該也聽過對不對 波德圖是什麼樣的圖 很軸是時間 重軸是 就是game 就是通常 或者是face 這兩個東西 manage 跟face的大小 OK 你可以看到 它隨著頻率的變化 是這樣子 Roundary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用來做 分析電路特性的一些方法 還有一些原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可以假設各位 大概知道這個流程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話 就是 一開始的話 就是我們想要介紹一下 這個放大器 是怎麼樣做出來的 然後還有我們很常常使用 這些op amp 操作型放大器 操作型放大器 在這趟課裡 我們常常會簡稱叫op 我們所習慣的 這個op741 或是op 它到底的特性是什麼 那我們把它拿來做一些什麼事情 到後半度的時候 我們才會說 OK 那如果我們今天想要量測 一個生理訊號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 讓我們以量測性電圖 來當成一個簡單的例子 好 所以我們就 回到我們這趟課 一開始要講的東西 放大器 我們在電子學裡面 其實花了很多時間 去講這顆放大器 如果沒有清楚的話 要直接進入一個學習的時間 因為裡面包含了 大概是20幾個 consistor 然後 螃蟻成一個op出來 這樣子 這個op出來的話 它其實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要做放大 訊號放大的功能 它要把 送進去的這個 訊號的difference 把它做很大的 放大 那這個東西其實蠻適合 其實蠻 感覺上 感覺上它非常適合 這個 身體訊號放大所使用 因為它有一些什麼樣的特性 我們說一個理想放大器的特性 包含了 第一個 它的放大倍率是無限大的 我現在就是要把它放得很大 我想要多大就可以多大 OK 所以這很好啊 因為反正訊號這麼微弱 不要放大一點 再來呢 一個理想放大器 它其實是不會消耗能量的 什麼叫做不會消耗能量的意思呢 就是它的輸入阻抗上面 有一些特殊的特性 包含了輸入阻抗 無限大 輸出阻抗無限小 這兩件事情 到底講的就是什麼意思 我們在所有的電路裡面 其實都會需要做Cascade 就是一關一關這樣子連過去 還記得我們一開始講的 那個生理訊號的處理圖 從Sensor進來後 下一關就是要進到 譬如說濾波器或放大器 然後再有下一關其他的濾波器 或者是ABC等等 它都是訊號處理完 一關一關一關 像派過來這樣子過去 那以電路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些就像是串連一樣 那你在串連兩級不同的電路 兩個不同目的電路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需要注意的就是 你到底可以把多少的這些電訊號 傳遞到下一次去 因為每一個電路的話呢 它都有一個等效的阻抗 所以你在串連這些電路的時候 你等於是把這些等效阻抗連接起來 那連接起來的話呢 KBL可以用上了 我們說這個就是壓差的公式嘛 對不對 等效阻抗連接起來的話呢 每一段的壓差呢 跟我們的阻抗大小會成正比 所以呢 從輸入那一段來看的話呢 你從上一段要承接這個電訊號下來的時候呢 你會希望從輸入那個地方 看進來的阻抗越大越好 為什麼呢 我們在連接這些不同目的電路的時候呢 它其實都是用像這樣Series的方式 這樣子串連進來 中間這個地方 我們就會用一些電路把它連起來 那我們說過了 在電路裡面呢 它其實都有一個 這些電路裡面都會有一個等效的阻抗 OK 那等效的阻抗呢 在這個地方 就有點像串連這樣子的方式串進來 然後你真正的訊號員呢 在這個地方 OK 這邊是你的訊號員 這樣子傳遞進來 那這個地方呢 是你今天可以量測到的 訊號輸出 我們這裡先用電壓來表示 就是用電壓來表示 OK 那這這樣子串連底下 我們就知道 我們今天的訊號員 能夠傳遞多少到下面這一級呢 基本上是一個壓差的公式 OK 它會跟這些主抗的大小呢 會有很直接的關係式 這一個來講的話 因為是從輸入端看進去的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輸入主抗 這一個呢 是從上一級 你從這個地方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是上一級的主抗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輸出主抗 OK 所以你就知道 當你的電位要傳遞下去的時候 你一定希望輸入主抗越大越好 這樣子我才能夠 誒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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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才不一樣 這樣子呢 你的輸出電位呢 才會比較大 你才能夠把絕大部分的 電位給傳遞過去 而不會損耗在這個地方 最好的狀況之下 你希望這邊是無線打 為什麼 這樣你就百分之百 把你的電位怎麼傳遞過去 也就是這個要遠大於這個 所以我們說 對一個理想的放大器來講 你的輸入主抗無限大 輸入主抗無限小是這個意思 也就是說 這個為什麼會跟我們能量的傳遞 會有產生關係 不然的話 如果你的輸出主抗很大 到你的能量都消耗在這個地方 那就是我們不知道我們去 OK 再來呢 我們也希望它有一個特性 叫做頻寬無限大 頻寬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它的工作效率 不會隨著頻率的變動而有所改變 不管現在是在DC 還是100Hz 還是1000Hz 或是1000萬Hz 還是MHz 都一樣 它都是一樣 你希望它跟頻率沒有關係 這樣最好 因為這樣子的話 不管什麼樣的訊號 你都可以處理 最後呢 你還希望它不會受到掌訓的干擾 這是我們對一個理想放大器的期待 這是我們的Go OK 我們的目標 但是各位也知道 只會加一個理想兩個字 就代表實際中它理想不存在 我們要有一些妥協 好 所以對於實際上OP會是怎麼樣子的呢 實際上這個放大器呢 我們剛剛說第一個特性 放大被無限大 但是實際上是有限的 各位知道一般的741的放大被率大概是多少嗎 Open root一下 沒有回溯的狀況之下 741的放大被率大概是多少 這有點難了啦 因為可能各位回去辦出一下 各位知道了 很不幸的 因為剛好我都有在辦出 所以我記得比較清楚而已 各位去辦一樣會這樣子的結果 它大概是在10萬到100萬倍等級 根據普通文資程會有點差異 但是起碼是在10的50萬以上 OK 很大對不對 但是還是不夠無限大 然後呢 再來我說 你想放大器上面 它是不需要消耗能量的 但是實際上呢 它會消耗能量 還是會有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不可能無限大 這個東西不可能無限大 這個東西不可能無限小 大概是在100個MegaOhm這個等級上面 已經非常非常大了 對 基本上這是在你在 這是你在電路實驗室裡面 能夠找到最大的總卡 在各位的電路實驗室 當然 Open service 除外 還要講年紀一點 好 那說出爐 它的等級呢 大概是在幾十個Ohm Roddy這五十個Ohm左右 所以雖然不到零 但是呢 相對於實際上的輸入阻礦 的確是可以不略掉的 因為是很小的 他們兩個之間只 起碼差了六個 甚至七個數量級 OK 所以其實不略掉是OK的 不會有什麼太糟糕的狀況 那個十分之一我們都不略掉了 這個差了那麼多等級 我們略掉應該還好 那平寬上面呢 我們剛剛說平寬最好是五千大 就是它不會隨著頻率變動而改變它的特性 其實實際上是有的 基本上它只會在比較低頻的範圍的話呢 它會維持一樣的特性 但是太高頻的時候呢 它的放大特性的確會有點改變 只不過這個高頻是多高頻呢 我用大概一個MHz沒問題 用MHz以上的時候才會開始改變特性 所以對身體訊號來說的話 還OK 這不太 這個還蠻遠的 一般來說我們申請訊號到 其實KHz 其實KHz 就算是非常非常高頻 所以這個工作坊還蠻不錯的 最後呢 理論上呢 我們希望它沒有雜訊 但是實際上一定還是會有 會有一些雜訊 只要是電路都會有雜訊 那只是各位在你們的實驗室裡面 通常 比較少看到這些雜訊 或是等級都不太大 因為我們在實驗室裡面操作的等級 大概是幾個伏特 或是零點幾個伏特 大概那個range 但是我們的一些 雜訊號的等級 大概是在幾十個microvolts的等級 而已 我們說OP的不可能 所以雜訊的感染 還算是可以接手 OK 所以呢 感覺上好像我們可以直接拿來做 對不對 雖然 雖然 不是那麼的理想 那為什麼 我們現在可不可以直接把一個OP 拿來做放大 我們放浪費率很大嘛 對不對 那我就直接來放大就好啦 不用搞不動雜了 工作平均的話OK啊 我們身體訊號都還在裡面啊 還在這一個平台裡面 他的工作平均裡面 那為什麼我們要直接進場平均的話 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因為他的放大費 變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你是用open circuit 應該說 用一個open loop 下去直接做訊號的放大的話呢 我又 你會不知道你會放到多大 你不知道你介紹你是放到10萬 20萬倍 20萬倍 50萬倍 還是多大 而且呢 通常等到你放到這麼大的時候呢 他就已經超出他的 工作區了 還記得我們在操作一個OP的時候 其實我們只要給他 工作電壓 最常見應該是正負15伏特 或正負12伏特吧 因為基本上在這個電壓底下 他們都沒有工作 也就是說呢 你今天的速度電位 如果超出這個範圍的時候 他並不會真的去 給你10萬倍的輸出 就會 基本上就是 就是最多 就只能跑到0.0的部分 因為你的電路裡面的 原件就會保護掉 OK 最多就是正負12伏特的輸出 或是負12伏特的輸出 或是負12伏特的輸出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在這樣子的狀況底下的話呢 那你的輸出的變化呢 基本上你只會得到正的保護 跟負12伏特的保護 因為想像一下嘛 今天如果是一個 隨便 新電圖圍訊號好了 我們說新電圖圍訊號 大概是在幾十個microvolts 幾百個microvolts 甚至到幾個minivolts這個scale 你把它放大了幾十萬倍 或甚至上百萬倍以後 會怎麼樣 一定超過我們的工作電位嗎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看到 如果說今天的那個 differential input是正的時候 它就會到正保護 那如果是負的時候 馬上到負的保護 那你有辦法看到 放大器後的訊號的全貌嗎 是不是沒辦法 OK 所以呢 比較常見的放大器 是我們必須要 使用OP 可以搭配上一些 被動元件 然後適當的來控制 它的放大倍率 然後調整我們需要的 科技 比如說我們希望有 還是希望有一個比較高的 那個 difference 輸入什麼卡 類似像這樣子的東西 還有它適當的工作電位 適當的工作頻率 是這樣子 我們會使用這些東西的搭配 來完成訊號的放大 而不是直接拿一個 提箱方法 然後寫下去用 可以好 好 好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會有幾個 那個 簡單的example 讓各位更熟悉一下放大器 這個東西 那第一個example呢 其實 其實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example 直接把我們的放大器的輸入 接上 你的輸入訊號 我們說一個 我比你長的像這個樣子 不好意思 因為我知道在座 有一些可能不是電子電機 電機器背景的同學 所以我可能會講的 比較囉嗦一點 比較厲害的 OK 那請聽過的同學呢 就稍微的耐一下下 好 一般來說呢 我們的方法器長的像這樣子 三角形 然後左邊有兩條線 右邊有一條線 左邊這兩條線呢 是你的輸入端 OK 右邊這一個呢 是你的輸出端 所以這個地方是 input 這個地方是output 但input有兩個呢 一個是負的 一個是正的 一個是negative 一個是positive 那這兩個東西呢 我們基本上 我們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 正負之間的 輸入鏈位 做一個放大it 然後送到輸出端 這個地方是vout 我剪寫的話 我就寫vout這樣子 我們基本上 就是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剛剛說的放大倍率 有數十萬倍 甚至到百萬倍 就是這個game 在開loop的時候 openloop的時候 它的game大概可以到什麼高 OK 這我想各位應該都了解 好 那但是這麼高 對我們來講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們需要去控制 那控制最常見的做法 就是我們都是用一個close door 來完成我們的電路 所以各位 通常看到的 以放大氣為中心的這些電路 都是一個有 回 回 回 heat back 這樣子的一個回路 我們把它用一個close door 好 但是其實我們第一個 要舉的例子 就是用一個openloop 我們才做的事情 這是一個openloop OP 少數能夠用在 那個應用底下的一個電路 我們怎麼做呢 很簡單 好 我們就把 今天收進來的升級訊號 送到v正的位置 在v符的地方呢 接上一個參考的電位 ok 好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就如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game會非常非常的大嘛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你的輸入電位 答應你的參考電位的時候 這個game比方大 欸 它馬上就會破滑 就會直接衝到最正的那個工作電位 反正 反正 如果這個 比reference voltage還要小的話 那它會馬上 從到降到 負的工作電位 最負的那個工作電位 馬上到保護區 去了 ok 所以 你的輸入呢 基本上大概只有兩種 一個就是最正的那個工作電位 一個就是最負的工作電位 那我們把它寫成 式子來看的話 像是這個樣子 如果今天的input 大於reference的時候呢 它就會直接衝過去 接近保護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你的輸出 大概來說呢 大概就是我們最正的那個工作電量 這個s的話呢 指的 我想是指的是 supply voltage 正的那個supply voltage 在實務上來說的話呢 這個vortage 可能是正的15伏特 或是正的12伏特 或是正的15伏特 或是正的15伏特 大概是這個樣子 看你今天的 那個pulse supply 接過的電位是多少 反正呢 如果它比較小的時候呢 你的beout 就會 會以負責工作電位的輸出 那這兩個呢 因為我們剛好提到 一個 我們的 那一個 op裡面呢 大概是有 十幾個二十個 這個bjt 所組成的 那通常來講 最正的這一個工作電位呢 我們有時候會把它 稱之為bcc 因為它是 所有的collector 最正那些collector 相接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有時候 我們會把它叫做be 因為它是 最負責的那個 emmeter 相對接連的地方 OK 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所以 我要寫這個補充 是因為 我在下面的圖 下面我其實用的是 b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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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實它們是 類似的意思 好啦 那 這樣子電路到底有什麼用 我們剛剛不是說過嗎 像現在如果是用這樣子的話呢 那等於是 你沒有辦法去 如果你的電路特性是這樣子的話 你的速度就只有這兩種嘛 你就沒有辦法去觀察到 你這個原本的生理訊號 長得像什麼樣子啦 OK 那它的用處是什麼呢 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有一個用處 就是專門去偵測 心跳的時間 心臟是否跳動 這樣子的一個應用 齁 什麼意思呢 我們之前有看過我們的心電圖嘛 對不對 心電圖的話呢 一個標準的心電圖的話 是PGYRST 不過 其中呢 最明顯的那個是我們的阿波 最明顯的是這個阿波 所以我們之前有講過 如果我們今天只是要做一個簡單的應用 想要算一下心跳的周期 或是心率的話 我們往往做的事情就是 選擇這個阿波的時間 看它的周期長度是多少 然後倒數就是它的頻率 心跳頻率 我們常用這樣子的做法來做 齁 那對於我們來講 它怎麼樣去深測阿波 到底有沒有出現呢 呦 這個電圖就跟你看 太長那麼長了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知道阿波最重要的特性 就是它很短一下 就是瞬間 就是瞬間 應該說我們瞬間 電圖的變化很大 所以呢 只要你設定一個適當的reference voltage 針對你現在的兩側訊號 設定一個適當的reference voltage 那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 當這個阿波出現的時候 它會超過 輸出呢 輸出呢 使用在我們正的工作電位 反之呢 其他的地方 如果沒有阿波多產生的時候呢 它的 input 會小於reference voltage 所以它的輸出呢 就會是負的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樣子連接之後 OK 下面這個是BE 這個是reference voltage的輸入 在這樣子連接之後呢 你的電位輸出是什麼呢 大概各位都會遇到 其中呢 下面這個地方是 f0011 上面這個呢 是f0011 那我們只要經過適當的 這個 數位的轉換 其實我們可以用 數位邏輯的方式來看 齁 我們可以把這個 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 當成是Logic 0 這個地方是 當做Logic 1 那我只要偵測 這個Logic 1 出現的時間 你就知道 阿波什麼時候產生 你知道阿波什麼時候產生 你就可以去計算 你心跳的中心是多少 後面就可以用一些 列入的方式 把這些東西給 全部量測出來 OK 所以 這是它的一個 呃 很少數的 開入的OPE 在我們這個 蒸群它的一個營養 這樣子 好 OK 那 當然呢 其他的部分的話 我們應該說 我們這個東西呢 其實有一個名字 我們把它叫做Comparator 比較器 因為它其實好像 就是在做 一大小這樣子的工作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做做 比較器 那比較器其實 還可以再稍微 的複雜一點點 像比如說我們有介紹一些 呃 更進階功能的一個比較器 OK 那我們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好了 好 這個的話 等於是 前面那個東西 稍微簡單的 做一點點改良 這樣子而已 它把那個 reference跟那個 input voltage 都直接用 有點類似像 平臉的方式 接入我們的 v-這個地方 可以 但是呢 其實它做的事情 是跟這個地方 是完全的 類似的 好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這個 放大器本身 我們說放大器 這個OP呢 它其實有一些 呃 特性 比如說 這個放大器的 輸入阻礦是 無限大的 就是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它的內部 是很大的 因此呢 在正部端之間呢 它能夠流通的電流 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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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 連動電呢 很小的狀況之下呢 它其實會製造出一個 呃 效果就是 它們這兩端的電位 會非常非常的接近 B正跟B負 它是 B14的電位 相差是很少的 那我們常常在計算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達成是 屁股的一樣 OK 有點像 我們會把它叫做 v-show 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這個地方呢 它基本上的正電位呢 它等於是把它接地 然後這個地方的輸入呢 是 這個 V還有VREF 就是 ReferenceVortage的一個 嗯 Average OK 所以我們這邊的V負呢 是 長得像這個樣子的 那 就如同剛剛這個地方所說的 如果這個東西呢 它是 小於 B正 就是0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我們的輸出 就會是 負的 Vs OK 稍微整理一下呢 各位就可以知道 這一個意思呢 這一個 這一個公式的意思 大致上 它就是指的是 Vin Vin 小於 負的 VREF OK 我們把這兩個拿掉 因為是等到 我們等式的話 基本上就是 2分之1的Vin 加上REF 會小於0 那2分之1也可以拿掉 我們只是把 ReferenceVortage過去 這樣子而已 它在這個東西 成立的時候呢 我們的輸出 Vs 會等於 因為這個時候 他們的Differential input 會得正 這樣 那 反之 反之你就會知道 如果 如果 Ve 大於 負的 Vref 的時候呢 我們的Vs 就會被負的 這個東西 OK Roughly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上面呢 其實也畫了一個圖 它現在基本上就是 用負的那個 REF呢 當成是一個Threshold 只要你的Input Voltage 比它還大的時候呢 你輸出就是負的 Vs 那如果比它還小的時候 就是正的Vs 齁 所以跟這邊的特性 其實是非常類似的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電路呢 會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 如果你的 Input Voltage 它剛好在你的這個 產考的Threshold 附近 左右搖擺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會有出現 這樣的狀況 你的 想要輸入這個訊號呢 跟你的 你的產考電位 非常接近 然後甚至只有雜訊來影響 它的騙動 它可能就會在 Reference Voltage 前前後後 這樣子一直擺動的時候 這個時候會造成 輸出上極大的變化 OK 那這個電路的不穩定 這個電位的不穩定的狀況呢 可能會使得 後端的這些負載電路呢 會有面臨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們知道 電位改變很多的時候 意味著你可能會產生 瞬間產生很大的電流 因為它是短時間 高電位變化 所以它可能會產生很大的電流 那這些電流 可能會對後面的負載產生一些影響 造成一些衝擊 所以這樣子的電路來講的話 對我們來講是比較不一定的 那為了要改善這個狀況呢 我們可以稍微的去 modify一下這個電路 讓它做一些 產生一些 那個回饋的一個特性 OK 怎麼做呢 我直接對這個電路去做修改 我們的做法呢 大概就是在 在這個地方會加上一個電子 然後呢 這邊也會加上一個電子 好 加上了這兩個電阻以後 它的效果是什麼呢 一樣的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 我的輸出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跟剛剛的獅子 不會差太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以V行來看的話 一樣的 如果我的V負 也就是這個地方的電位 小於V震的時候 OK 它一樣會 就是會有 會有放大的 這樣子的一個效應 OK 可是呢現在的V震 跟剛剛的V震 有點不太一樣了 現在的V震呢 是這個電阻上面的分壓 OK 這個地方是這個電阻的分壓 那因為我們現在 現階段比較難去直接計算 它到底是多少 因為它是在一個文物上面 所以我目前用Vr3來表示 代表它是在上面的一個分壓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先想像一下 如果我們的這個 Input voltage 從負的很多 負的無限大 那個地方開始出發 反正這個地方 負的無限大 所以這個地方的 Differential voltage 它一定會是正的 所以這個地方呢 也一定會是正的 Vr也會是正的 Vr既然是正的話呢 底下這個R3 這個電位的分壓呢 也一定會是正的 OK 那這個地方 告訴各位 是什麼呢 這邊的 可能公司要稍微 重組一下了 這邊又 小魚的右邊 不再是0了 所以你今天 乘兩杯過去 是要保留下來的 OK 那VrF 跟剛剛一樣 也是提過去 其他人不敢 告訴你是什麼呢 是這個東西 小於這個threshold的時候呢 原小於它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你的Vout 等於是 這個Vs 會有這樣子的效果 最不同我剛剛說的 如果現在的Input voltage 我們從很負的地方 開始出發的時候呢 OK 很負很負的地方 開始出發的時候 原小於這個reference的時候呢 那 一直到小於這個limit的時候呢 基本上你的輸出都不正 直到它超越了這個輸出的時候呢 你的這個output 才會有所變化 那同理呢 我們也可以用類似的方式來計算一下 如果現在的Input voltage 是非常非常正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OK 當你現在的Input voltage 是非常非常大的時候呢 代表這個V負的地方 接到的是一個positive voltage 所以呢 你今天做了amplify之後呢 這個Vout 可能會是非常負的 反向的放大 OK 所以它是非常負的 那非常負的 狀況之下呢 代表這個地方的分壓也會是負的 那總之呢 其實可以用力用剛剛的公式 稍微來做一下計算 那 這邊你會發現呢 你也要調整一下 因為 不等號的右邊已經不再是0的 是那個 VR3 這兩個公式看起來非常的類似喔 完全一模一樣 負的VIF 負的VIF 這個是正的兩邊的VR3 都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請注意一下 當你的output不一樣的時候 這一個 R3上面 R3這個主抗上面的跨壓 它其實是不一樣的 在上面這個例子裡面呢 因為你的輸出是正的 OK 所以換句話說 你現在的跨壓也是正的 也是加一個大於0的數字上去 下面這個case裡面呢 輸出是負的 所以你的跨壓也是負的 所以你是減一個東西上去 所以它們兩個不太一樣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的訊號輸入呢 從負的無線大 開始進來的時候 往正的方向一直在跑的時候 移引吧 這種軸包會是我們的輸出 如果是從負的無線大跑進來的時候 我運務長運務長 運務長它本來的輸出 都會是正的VS 一直到了 超過這個threshold的時候呢 才會有所改變 這個threshold是什麼呢 是我們的-VREF加上 兩倍的VR3 這個地方是我們的 參考電位-REF 加上這一段 兩倍的VR3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是從很正很正的 這個input voltage 開始往回跑的時候呢 原本輸出是負的 但是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它其實要降到這個damage的時候 我們說它必須要 它一直到 滿足這個市值的時候 它都是負的 那個VS輸出嘛 對不對 一直到什麼時候才會改變呢 是 當它小於 這一個limit的時候 它才會變成正的輸出 但是這個limit在哪邊呢 不是在這邊喔 其實是在這個位置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時候的輸出 是負的 因此呢 R3上面的跨壓也是負的 所以這一段 一樣以VREF為中心 它是比它還小 兩倍的強 雖然它們這邊都是正號 但是它的大小的其實不一樣 請各位留意一下 這樣子的damage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今天一樣 跟剛剛發生一樣的scenario 就是 你今天的input voltage 在REF附近變動的時候 只要你的變動範圍不要太大 是在兩倍的掛壓裡面 正負兩倍的掛壓裡面 它不會移動到超出過去的話呢 那你的輸出就可以維持了 穩定的這個狀態 但是呢 一旦超過去之後呢 一樣 它電位會改變 那如果說因為 訊號改變的關係 使它回來 一樣的 它如果說落在這個REF附近的時候 如果有雜訊的干擾 只要這個干擾不會超出太多的話呢 它還是會落在這個地方 我不會讓我們的輸出電位 在正負的 BX時間快速的跳動 在剛剛的例子裡面呢 因為它的輸入和輸出的關係式呢 是單純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所以呢 如果我的輸入電位 在這個位置的地方呢 快速的震盪的話 你的輸出電位會在正負BX地方 很快的上下跳動 我們說這會有很強的一些電流產生 會對你的電路造成一些破壞 或是感染 但是如果你加上這個地方呢 加上這個緩衝區呢 可能就不會有這樣子的效果 這是它的一個好處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 可以當成是一個比較穩定的 comparator 比較起 好 我們先上到這個地方 下我們還是需要把那個修好 不然我們會花很多時間畫電路 會不會太可以 不會太誇張 謝謝 謝謝 謝謝